为了学生们的通学需求 基督市长谢国良跟海大校长许泰文 特别在北宁路进行了现场会刊 跟市政府的交通处 公务处等各单位进行意见交换 希望改善周围的交通环境 让海大学生通学更加安全 我们这个北宁路上 那个时候有很多海大的学生 在上课的时候 常常会穿越这个北宁路 造成交通的一些不安全 那我们今天来会刊解决方法 那很感谢校长今天我们一起 大家来讨论 那我们会设置一些 这个弹性时段 不同这个方式的红绿灯 我个人是比较想是说 就是比照中正路有些路段 它是可以用按钮的 或者是说不同的时段 它会有不同的这个安排的方式这样子 那今天也针对未来的三个地点 在北宁路上 要不然北宁路其实 这个让学生穿越 因为其实是很不安心 我们自己也觉得不放心 那我们就讨论 另外就是针对公车的部分 公车亭的部分 就在海大正对面公车亭 我们也谈好 就是说由我们来建置硬体的费用 那任养拜托海大 所以西洋市政府跟海大 中了我们上任以后呢 都一直很努力的在这个推动 各式各样的工作 我们感谢市政府 还有我们市长在摆盘中来参加我们的会刊 那第一个市长提到我们人行道学生穿越的问题 那今天增加一个红利灯获得解决 我们非常感谢市政府 那第二个呢 在这个我们的停车会的这个化设 解决我们多年来学生停车 或是四名朋友停车的问题 让我们的市长更加漂亮 那第三个呢 那也是这个破车亭改建的问题 那么海大会全力来配合 在这个装饰 还有这些这个营造的部分 我们会来全力配合 这些交通问题是由海大学生提出反应 透过会刊沟通 市长立刻给予回应 让海大学生上下学 更加的安全跟舒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财宝报道